Hello 大家好 我是云霸 今天我们来开箱 Google Nest Hub 第二代智慧萤幕 那这一组它是由台湾大哥大电信独家贩售 那它在智慧家庭中心的基础上面 在追加台湾大哥大与Google推出的 Google智慧家庭动画功能 那只要你申办070的号码 就可以用网路电话拨给对方 那简单说它等同是一组 搭载Chromecast OS的安卓智慧萤幕加喇叭 可是它不单纯只是喇叭 它的定位是家庭智慧管家 它可以做到很多事 比如说语音电话 音乐播放 智慧家庭遥控 还有YouTube影音投放 而且这一次多了一个很酷的功能 叫做睡眠感应 什么意思咧 我们就一起开箱吧 Let's go 今天要收到台湾大哥大智慧家庭寄来的礼物 那我们就快速的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这里面包含一组智慧灯泡 一个木植灯座 还有今天的主角Google Nest Hub 2 那这个礼盒是台湾大哥大智慧家庭 它给网红开箱的礼盒 Google Nest音箱系列是电信独家代理 五光智慧灯泡是台湾大哥大智慧家庭生态体系的伙伴 两个都可以在台哥大的直营实体门市 或者是网路通路购买 那登座跟其他的东西是正品 它没有在对外贩售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重点 Google Nest Hub 2 它的包装内容物很简单 就是Google Nest Hub 2 以及它的电源插头 好就这样子 Nest Hub 2在台湾有推出粉碳白石墨黑两种颜色 那在国外还有粉红色 它背后的布纹质感是 跟Nest Audio是一样的设计元素 那温润舒适 降低冷硬的科技感 能融入生活中的场景 那摆在家中到处都会很合适 那也不会显得很突兀 那它的萤幕是7寸的触控萤幕 解析度是1024x600 那大小其实就跟前一代的iPad mini差不多 那它可以当时钟 也可以当数位相框 也可以直接看YouTube影片 或者是直接把手机的音乐 或影片投放到Nest Hub上面 那这颗Nest Hub 2它本身没有内建电池 必须要插电才能使用 所以它跟Nest Audio 智慧音箱是一样的 属于固定式的智慧家电 那它里面搭载了一颗1.7寸的全音域喇叭 以及三组远距麦克风 那它可以支援Google语音助理 可以透过Google的Voice Match技术 去辨识家里每一个人的声音 OK Google 今天天气如何? 235台湾新北市中和区 今天有雨气温22度 OK Google 帮我找路易莎的地址 我在你附近找到一些咖啡馆 那最特别的是它搭载超音波感应 也就是Pixel 5上面的那颗Solid雷达 那它这边有一颗麦克风开关 那你滑动麦克风硬体开关 就可以停用麦克风 麦克风已关闭 麦克风已开启 因为开关在背后 所以当你关闭麦克风之后 正面萤幕的上方也会显示橘灯 代表麦克风已经关闭 那你第一次使用 必须要用Google Home去启用 Google Home就是用手机去下载Google Home 然后用手机登录你的Google帐号之后 然后告诉你的Nest Hub 要用哪一个Google帐号 接着它会把所有的设定全部同步过来 它会自己把Google Home里面的所有的智慧家电 音乐全部通通同同步过来 那平常带机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当作数位相框 像这样子 把它当作数位相框 你可以到Google Home的App 去选择喜欢的人物 像我选择两个儿子的照片 让他去轮播 那就放在床头 那每天可以看到儿子的照片 还蛮开心的 那当然也可以纯粹显示数位时钟 这样子也是不错看 那我觉得Google的工程师 厉害就是厉害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么一个小小的硬体 塞了荧幕 塞了喇叭 又塞了麦克风 还有可以感应四周的SOLID雷达 那它可以端出什么菜呢 于是Google针对不同场域 给了不同方案 那如果你放在客厅 它就是Google智慧家庭通话 那其实Google本来给出的方案是DUE 那说真的 台湾的DUE使用率超低 所以台湾大哥大直接提出更好的方案 就是070网路电话 那讲到网路电话 其实现在大家也真的都用网路电话居多 比如说像LINE啦 像FBmessage啦 可是用网路电话的前提就是 双方都要有加好友才能沟通 那如果你是公司或者是店家 你总需要一组公开号码给人家播嘛 对不对 所以070网路电话就等同于四话 它是可以公开给别人 然后直接播打给你的 那Google联手台湾大哥大一起推出这个服务 你不用SIM卡不用绑地址 只要连上WiFi就可以打可以接 那它可以播打四话 手机剪码国际电话070的门号 那除了Nest Hub之外 Nest Audio或是Mini都可以用这个服务 而且台湾大哥大也是台湾第一个 也是亚洲第一个推出这个服务的电信公司 那你要怎么样申请070网路门号呢 你只要带双针键去台湾大哥大门市 申办网路电话号码 跟智慧音箱绑定之后 就可以将这个智慧音箱升级成电话 当你拥有070门号加Nest Hub之后 那你就可以透过Google智慧家庭通话 利用语音指令拨打电话 那接下来让我示范给你看 OK Google 打电话给阿公家 正在打给阿公家 当对方打过来 我们就可以直接挥手接听 或者是直接点按接听 爸有来电 喂 喂 下雨了要穿雨衣 好 拜拜 甚至你完全不知道号码的 也可以直接喊关键字 比如说我要打电话给星巴克 他就会自动拨给离你家最近的门市 有Google就是这么方便 那当你把它放在卧室啊 他的定位又不一样了 他就会启用他的睡眠感应 那你只要把Google Nest Hub 2 摆在床头 那时间进入夜晚的时候 Google Nest Hub 2 他其实有内建光源感应器 那你灯一关 或者是天一黑 他的荧幕就会自动变暗 然后就会自动调整成声色主体 那如果你家里附近是比较吵的 他还可以有这个白噪音功能 他可以帮助你睡眠 比如说蟋蟀声啊 海浪声啊 比如说像这边 帮助一个疏压疗愈的声音 点一下 他这个白噪音会是随机的 每一天都不太一样 那你就听着这个白噪音 可以压过附近的一些车声啊 吵杂声啊 像我家附近最近一直在装潢 我就可以拨这个声音 去把这个装潢的声音把它盖过去 我就会比较好睡 如果你有设定闹钟 那隔天闹钟响 你只要跟他说停止 闹钟就会停止 那如果对他挥挥手 就会进入贪睡模式 然后隔10分钟再想一次 那还有一个睡眠追踪功能 他就是利用SOLID雷达 去侦测你的翻声指数 还有用Google的Voice Match 然后他可以侦测你的呼吸声 甚至打呼声音 然后隔天会给你一个完整的睡眠追踪报告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睡眠报告 去看一下你平常的睡眠品质 那打呼这个真的是全新体验 目前连Garmin Apple Watch 都没有办法侦测 这个服务目前在台湾这边 还是免费体验中 还不用付钱 大家可以快点入手 当免费载体验一波 那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智慧家庭中心 那不管是摆在客厅 或是摆在房间 都可以用 那如果你是家里有安装这些智慧家电的话 那你可以透过萤幕 或者是Google助理去关灯 锁门 或者是开关空气吸引机 那一切都会变得很智慧 像我家里就串了很多智慧家电 比如说像冷气 电风扇 或者是Android TV 如果家里没有智慧家电也没有关系 当你去逛台阁大门市的时候 指定门市会有智慧家电专区 那你可以去台湾大哥大的智慧家庭官网 去确认有哪些指定门市 那可以到现场去挑展售的智慧家电产品 例如我现在展示的这组灯泡 就是台湾大哥大独家代理的 就可以透过这个音箱去做遥控 那再来我们来讲到影音播放 Google Nest Hub Tool 是台湾大哥大电信独家代理的 他们自家的My Viewsy My Video的影音服务 不只可以观看影片 那用My Viewsy听歌的时候 还会显示动态歌词 就像卡拉OK一样还不错 OK Google 我要听玻璃心 那当然不只是My Viewsy 除此之外 它也可以串接像YouTube Music KKBOX Spotify 等音乐程式 但是目前只有My Viewsy 会显示动态歌词 如果你要拿Nest Hub Tool 去看影片也是很OK 像YouTube Disney Plus 或是Netflix 这些影片程式 上面有这个符号 你就可以直接按一下 那你除了用手机直接投放影片之外啊 你也可以直接在Nest Hub上面 直接看这个YouTube影片 或买Video 或Netflix 好 我现在示范一下 OK Google 打开Netflix 滑灯初上 没问题 立刻在Netflix上播放滑灯初上 或者是直接在YouTube上面看这个瑜伽影片 OK Google 我要看瑜伽影片 OK 为你带来YouTube Music上的瑜伽 嗨 欢迎来到Flo's Katie凯莉瑜伽 今天的私人瑜伽课邀请到Alvin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vin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摆在旁边 然后一边看一边做菜 或者是一边做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也是很方便很好用 好 最后我们讲一下 Google Nest Hub Tool 它的功能其实真的是蛮多的 那我在这边简单列一些比较常用 而且在台湾有在地化差异的服务 如果以音质来说 Google Nest Hub Tool 摆一台的房间 作为床头喇叭 或者是闹钟 我觉得还不错 那播放一些轻音乐 白噪音去帮助你睡眠 它很棒 它的定位 随着你摆放的位置不同 定义也不太一样 摆在房间可以是床头音乐闹钟 可以是数位相框 摆在客厅 它可以是家电的智慧中心 可以取代家里的室内电话 那如果你是住那种南部的透天处 那你也可以每个楼层 每个客厅 房间各放一台 它也可以当作对讲机来使用 好 最后最后要提醒大家 这个Google Nest Hub Tool 其实早在11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卖 你只要到台湾大哥大的门市 或网路门市 就可以直接申办070网路号码 然后就可以拨打四话 手机简码 国际电话 那这组070号码 除了可以用在Hub Tool之位 也可以用在Google Nest Audio 或是Audio Mini 同样都可以用这个服务 拨打 接听都可以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到我们 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去看一下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棒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了 拜拜 by bwd6